前面這些被圖利罪定罪的人 你們要一起聲援他嗎 對啊 看你們在北索外面要聲援柯文哲的時候 我就想說 李素德在看電視是不是很氣 氣死了 李素德看電視的時候說 奇怪 阿伯 你當初說我圖利 對 而且呢 大巨蛋 行政法院也沒有出來說大巨蛋合約違法 結果還是 李素德圖利被判9年 沒錯 為什麼黃國昌跟黃珊珊都不聲援李素德 對 所以不要再搞這種雙標啦 司法的事情其實就尊重交給司法來調查理清就好 黃國昌現在也不在乎 反正圖利都沒事 勾錯也沒關係 登錄錯漏報 反正呢只要貼上民眾黨三個字 圖利沒事 漏登沒事 勾錯沒事 漏報沒事 被全部通通都沒事 所以他沒有在怕喬 喬是你們民進黨有事 但是我民眾黨沒事 而且 我可喬你不可喬就這樣 我就問了 為什麼金華城從頭到尾就是特權在特權 優待在優待 對 就是搭上了一台 容積特快車 法院已經把你打臉了 法院已經判台北市政府贏了 市長還為你開設容積獎勵 好好喔 然後呢還指派什麼 彭震生本來應該要中立的 都委會主席去當你的總教練 對 一般人誰有這個待遇 沒有嘛 然後呢 你做什麼特快車來 10月18號發建造 這背後還有個問題點啊 他10月19號就辦開工 請市長還有一大堆有錢人來的 你要籌備多久 至少最少最少半個月要吧 一定要啊 你10月19號的半個月前 10月初開始籌備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10月18拿到建造 讚耶 厲害了吧 好厲害喔 厲害了吧 這就預知未來祭祀耶 沒有錯 所以為什麼從頭到尾 只有金華城有這種特權 有這種預知力呢 通靈耶 核發建造的時候 連他的容積獎勵 20%再加30%榮移 都已經核發出去了 可是30%榮移的核定日期是12月 你在10月拿建造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12月可以再拿30% 那榮移是12月 游淑慧昨天有質疑啊 她說榮移是12月才正式核定 為什麼你10月的時候就知道 你有這麼多樓地板 是不是很厲害 非常厲害吧 真的好棒喔 這個預知耶 預知能力耶 非常厲害 未來人 沈青青是未來人 他希望他現在也可以預知 他未來的命運 因為現在檢方辦得如火如荼 柯文哲主席已經三度被提訓 北檢呢 把他提出來6.5小時 那媒體是說啦 追圖利跟金流對不對 一邊提訓柯文哲 另外一邊約談這個黃台生是誰 他是當時反對的都委會委員 對 最近國昌老師一直在告訴大家 有很多的都委會委員做出了共識決 做出了共識決 是不是全部都要一起抓去關 你很國昌耶 逗點都亂逗 這個很多都委會委員都反對過 隨便點曾光宗郭忠端宋正麥 這個黃台生都在過程當中發表過疑慮的意見 所以檢方就一邊問你有沒有被施壓 一邊也把柯文哲提出來問兩邊要幹嘛 交叉對比啦 交叉對比啦 這個黃台生最後為什麼被踢出都委會 這個我們議會調查報告快出來了 我來之前上午還在議會開會討論這個 為什麼被踢 為什麼被踢 沒有我們會告訴大家 其實圈選都委會委員 這件事情 是局長然後市長可以決定 所以是黃錦茂跟柯文哲 在這裡告訴大家一個基本觀念 像我們議員是民選的嘛對不對 都委會委員是誰選的 是都發局跟市長選的 都發局長也是市長選的 所以不要講說都委會委員做的決議 都跟柯市長沒有關係 人是你選的 人是你選的 你選的人 你說你做出的這批決議 跟我完全沒有關係 我只是被動尊重 拜託啊 不要以為所有人都跟這個 你想像的一樣沒有社會經驗 好不好 沒錯 陳輝文 大家知道不要再說 輝文哥是綠的 他會不高興 這個現在不是什麼綠營最大的問題 陳輝文說 突立罪的定罪率逐年攀升 2021年 90% 意思是說還有10%可以無罪 但是2022年變97% 2023年變了100% 只要起訴就會有罪了 他就說台北地點署 已經把最厲害檢察官都灑出去了 突立罪還會不成立嗎 但是我跟輝文哥講 你想的太簡單了 因為現在白色力量的風向已經帶到 如果只有突立他們就淫麻了 對 又沒貪污 如果只有突立沒有金流 查了那麼久 只有查到阿伯土立 阿伯沒事了 這個是死法迫害 我覺得帶這個風向真的很奇怪 因為柯主席最早出來呢 就是主打清廉 對 主打什麼呢 財團刀叉吃人肉 對 他不要刀叉吃人肉 結果如果最後被查出來 真的有突立 那他不就是弱到跟他當初所批評的 李宿德跟馬英九那麼low嗎 對啊 所以我覺得基本這件事情 突立跟貪污當然有不同構成要件 還是要去看說 最後查到的證據在哪裡 讓證據來說話 可是請問不要洗到什麼只有突立 就等於沒有問題 拜託啊 前面這些被突立罪定罪的人 你們要一起聲援他嗎 對啊 看你們在北索外面 要聲援柯文哲的時候 我就想說 李宿德在看電視是不是很氣 氣死了 李宿德看電視的時候說 奇怪阿伯 你當初的時候有突立 而且大巨蛋行政法院 也沒有出來說大巨蛋合約違法 結果還是李宿德突立被判9年 沒錯 為什麼黃國昌跟黃珊珊都不聲援李宿德 對 所以不要再搞這種雙標了 司法的事情其實就尊重 交給司法來調查理清就好了 沒錯 感謝阿苗的解說 而且李宿德啊 突立被判9年啊 當初是怎麼樣被柯文哲講的 有二大巨蛋是弊案 我講的說有多難聽 就有多難聽 結果你自己人 你自己還不是 所以小草以為說 突立而已 又沒有查金流稅阿伯 沒事阿伯是清白的 這只有卡提諾法學院會這樣教啦 笑死人了 因為對於傅崑奇來講 他上個會期 確實跟黃國昌合作得非常開心嘛 半夜有沒有 偷偷摸摸在寫那些擴權法案啊 所以我覺得黃國昌對於傅崑奇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棋子 國民黨現在站在傅崑奇的角度就是 如果我這一個第一大黨的總召要做得穩 做得風風火火 做得讓大家都怕 那就是他很需要黃國昌現在帶一點這八席 這八席能不能全帶過去不重要 其實這幾天我有看到國民黨的委員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們都講了 我們就是52加2 我們只有54 我們拉兩席就夠了 對 我只要兩席就好 我就過半了 那為什麼呢 黃國昌你看昨天等一下我會講到朝野協商嘛 就是反正從開議日到議題的決定再到什麼 反正他就是跟著傅崑奇走 其實在現場是 韓國瑜加國民黨團加民眾黨團 真的就是壓制民進黨 就是3比1你知道嗎 壓著打 好 那對於國民黨現在就是這樣啊 他當然願意喬啊 他才不在乎 黃國昌現在也不在乎 反正圖利都沒事 勾錯也沒關係 登錄錯漏爆 反正呢只要貼上民眾黨三個字 圖利沒事 漏燈沒事 勾錯沒事 漏爆沒事 被全部通通都沒事 所以他沒有在怕啊 喬 喬是你們民進黨有事 但是我民眾黨沒事 而且 我可喬你不可喬就這樣 對 但是現在就要看其他國民黨的委員 我就這樣講 為什麼叫喬 那就是那對於國民黨來講 你換到了什麼 不是公開透明嗎 結果喬一喬變黑箱 他們 昨天都可以斷訊了 昨天 對 朝野協商都可以人走來就斷訊了 這不是以前黃國昌最討厭的黑箱協調嗎 不是要國會改革 黑箱會議嗎 不是要國會改革嗎 對啊 改革到封殺別人的提案